白課 講少少資料 因為我不知道在座母朋友可能不知道 他們星期三開始白課 其實第一天的時候只有200個朋友 參加這個白課 其實以港大有16000個學生來說 其實不算一個非常大的數目 第二天據我理解 如果沒有記載的話 應該只有10個 但是如果相對說是港大 其實有10965個教職員來說 我看新聞就見不到有任何的教職員 是真的有參加過或者支持過 他們這次學生的白課 那我本來的問題就是想問 其實在座的有港大教職的朋友 會不會對於這班白課的朋友的支持 但是剛才聽了賀晰教授的一番說話 我自己有一點感觸 因為我自己是形成一些在白課大會裡 有幫手的同學生 那賀教授剛才說他昨晚睡不著 那其實白課會的同學生 其實昨晚都睡不著 因為他們昨晚三點鐘 都仍是要開這個大會 他們在談到底接下來了有甚麼行動 他們其實前幾天有幾位白課 其實是這麼不幸 或者白課會有份幫手的同學生 是非常之不幸 是入了金獵室 他們再逃走出來 再繼續去做白課的事 那傳媒不好 因為他們沒有說 今天七度 接下來了可能過幾天只有五度 有傳他們可能是會策劃這個絕成行動 那我覺得他們對這件事的付出其實是很大 因為其實老實說 對一個學生來說 他在大學那裏讀四年 之後其實他可以拍拍得多入十手足 除此之外 對教職員的影響其實是重大 因為這個校委會其實是會影響到整個學校的一些方向 這些方向是隨時會影響這個教職員的生計 何教授的一番說話 我不可以說是沒有道理 但是我聽完之後 其實我相信我和一些在白委會的朋友 都會想問這個問題就是 以在座在港大有教職的朋友的認識 其實在現在到二十六號之前 是不是絕對不會有任何的教職員 以罷課認識去支持 以罷教認識去支持這班罷課學生呢 因為我相信如果大家知道了 是不會有的 對於現在在罷課的這班學生來說 他會更加好去準備召喚禮的行動 謝謝你 謝謝你 或者可不可以請賀色營回應一下這個問題 如果從教職員的角度已經講得很詳細 可不可以評論一下從學生的角度 這個罷課的行動 你有甚麼評論呢 我當然不能代表所有的同事去講 這個只不過是一個我的觀察 二十六號之前有沒有老師會 我是沒有聽過 亦都相信不會有 這個是一個很 很悲傷的一件事 絕對不是我們說出來覺得很驕傲的一件事 我今天所講的只不過是我所見到的現實 而我所見到的現實都是傷害我自己 和港大醒覺的老師其實都是不開心的 但是每一個老師真的有他們自己對這件事的看法 是幾乎連談都不能談的 因為他們就覺得只要有一個學生是上課的話 他們都會繼續教書的 就不要說他首先會病教 那些種種 在我所認識的老師裏面 是不會 我不會見到 那這件事究竟是一件怎樣的事 或者對同學來說是一件 當然不會是一件開心的事 但是只不過是一個 我們需要去見到的現實 但是我就不覺得老師是完全不關心 並且真的有一個我很大的感覺 就是覺得 當然現在同學在做的事 其實某一方面來說就是保護老師 你都是很值得想的 但是老師反過來的話 他又不知道怎樣 或者他也沒有這樣愛你的能力 在這個時刻 我真的覺得是一個很抱歉的事 但是一個現實 從這個開始 我覺得剛才有些朋友都提起 這個不是老師的問題 是全香港市民要面對的一個問題 也都不是我們個人的一個自殺 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是所有人都要面對的一個政治打壓 或者是我們整個香港生活的基本問題 是產生了問題在那裏 老師都是其中的一部份 是一件很不開心的事 Thank you 多謝好私營